嗨 大家好 我是大沛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所有的MAC唇膏 那我這邊總共準備了10支市面上還買得到的顏色 我等一下會有淺到深試在我的嘴唇上 讓大家看看整體的感覺 第一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MAC 一支很經典很有名的裸色唇膏 叫Peach Stuck 那這一支是Satin Finish 我的這一支包裝是限定版 但是裡面的顏色是常態的顏色 這支唇膏特殊的地方是裸色的唇膏 常常會顯得皮膚很黃 因為裸色唇膏裡面有時候會帶有粉色的感覺 但是這一支是帶一點點棕色一點點橘色 很襯東方人黃皮膚 所以擦起來之後不會顯得氣色比較差 這支擦起來在嘴上的樣子是現在這樣 這支擦起來在嘴上的樣子是現在這樣 或是腮紅上面可能就要再加強一點 但是它並沒有讓我們皮膚變得很蠟黃的感覺 第二支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支裸色的唇膏 它的名氣就沒有前面那支Peach Stuck那麼大 但是我個人很喜歡這一支 Peach Stuck看起來是比較橘棕色的裸色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這一支是Shine Shine 是Luster Finish 它是比較鮭魚粉色的裸色 這一支擦在嘴上的樣子是這樣 這一支擦在嘴上的樣子是這樣 因為它的質地跟前面那支是Shine 比較不一樣 這一支是Luster Finish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遮唇色 那光澤感也比較明顯 是日常通勤上班上學都可以用的顏色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這一支 是最近討論度稍微高一點的一支粉紅色的唇膏 它特殊的地方是 它不是非常冷色調的粉紅色 所以我們擦起來不會顯得皮膚很黃 這一支是Please Me Not Finish 現在擦的就是Please Me 我自己覺得這一支粉色阿 不是非常可愛很少女的粉色 反而是稍微成熟一點也可以擦的粉色 接下來這支粉色的唇膏 是比剛剛那支Please Me 再更暖一點的顏色 這一支是Tetherbox 是Amplified Finish 是MAC唇膏裡面我最喜歡的質地 因為不會太霧面 不會太有光澤感 遮唇色之外 又非常的顯色 現在這支就是Tetherbox 我覺得跟前面那支比較優雅的Please Me 比起來 這一支是比較活潑 比較有朝氣一點的粉色 接著這一支是Costa Chic 這一支是Frost Finish 台灣並沒有進這一支 我是在國外的網站上面看到別人試色之後 拖別人買回來的 這一支是橘色的 但是它的光澤非常的明顯 所以如果你的皮膚非常的黃 或者是你唇紋非常的深的話 我就不建議這一支 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擦這一支啊 光澤感非常的明顯 我不確定鏡頭上面看起來會怎麼樣 雖然還沒有到Metallic Finish的地步 但是它的光澤已經非常的顯眼了 所以要挑選這一支的人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接下來這一支是台灣沒有進的色號 叫Vegas Vault 它跟上一支Costa Chic的色調方面 非常非常類似 但是質地上很不一樣 這一支是Amplified Finish 所以它沒有強烈的光澤 很遮顏色很保濕 它跟剛剛那支比起來平易近人很多 現在可以看到這個顏色啊 非常的容易使用 我覺得各種膚色 各種色調的人都可以用這一支唇膏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這一支是 我自己覺得最適合上班通勤時候用的唇膏 這一支是Sea Shear Sea Luster Finish 我剛買這一支的時候啊 我曾經連續兩三個禮拜 每天都擦這一支唇膏去上班 這是一支比較帶棕色的珊瑚色 並不是很特別會讓人印象深刻的顏色 但就很適合每天擦 可以搭配各種的妝容 氣色很好之外 看起來也不會太突兀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這一支也是日常色 但是是比較有特色一點的日常色 是帶一點紫色的莓果色 這一支叫Plum Foam 是Luster Finish 跟前面那支Sea Shear一樣 跟前面那支Sea Shear一樣 同樣是日常色 可是這一支因為多了一點紫色調 所以看起來就會更成熟一些 最後的兩支是我的MAC唇膏裡面 比較特殊的顏色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這一支 叫Tickle Me 是Amplified Finish 這是一支正橘色 沒有帶...沒有偏黃 也沒有特別偏紅 它是一支正橘色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一支非常特殊的顏色 所以我每一次擦這支唇膏啊 我的妝那天一定是以這支唇膏為重點 我的眼妝和腮紅都會弄得比較低調一點 最後一支要跟大家分享的唇膏 是一支很亮眼的桃紅色 這一支是Impassioned 是Amplified Finish 這一支唇膏啊 這一支唇膏啊 我單擦的時候 其他的妝也是要變得非常的低調 必須以這支唇膏為重點 但是我最近發現 這一支唇膏如果拿來畫咬唇妝的話 因為它顏色非常的顯色 所以在做漸層的時候可以有更好的層次 它的顏色是桃紅色 所以到最後變淺的地方 會有非常粉嫩的感覺 如果大家有這一支的話 可以拿出來試試看 大家看得到這一支是已經非常接近螢光的桃紅色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我的十支MAC唇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特別喜歡什麼顏色呢 如果有的話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上一次錄影片的時候啊 有網友問我說我的頭髮都是怎麼弄的 因為其實我對頭髮並沒有特別在行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另外再做一集 那我今天在準備弄這個頭髮的時候 我有把它錄下來 等一下就快速剪接一些放在最後面 想看的朋友就可以去看喔 對頭髮的走路 但是我會看到應該有非常好的 我會看到整個只是另一邊 太陽光是不規定的 但是我會看到後面 另一邊 水口 有軟的水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